天气越来越冷了 又是大家这个热衷要吃火锅的季节了 牛肉羊肉猪肉有时候放些鸡肉鱼肉 但是呢这一家高雄市啊 已经曾经有前科的这一家外送的店呢 说送给你的是羊肉 结果呢DNA验出来竟然是狗肉 这还活生生真的是挂羊头卖狗肉 现在要被重罚15万以上 动物志工假装外叫香肉火锅 一对夫妻骑着机车外送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茶器人员立刻冲下车歹人 看到茶器人员嫌犯死命抱着装狗肉的箱子不放 变称这是羊肉 嫌犯还拉扯茶器人员 企图阻挡动检索人员查扣证物 最后送宴 结果出炉 DNA鉴定之后确定就是狗肉 是羊肉的一个标准 那检验出来它是呈现这个DNA是狗肉的 这家业者已经连续三次遭查货 之前是开餐厅挂羊头卖狗肉 后来把厨房藏身民宅改用外送又再被破货 如今业者家大门深锁 却有疑似家人跑出来破口大骂 有云杂犯的啦 一天人家大验要去钓 你知道一天人家大验 这样骂了 那个东西他送去的时候 我们都摄影纯正的人 谁害他啊 我说这种人最是可恶啦 为什么可恶 自己做错还不承认 由于是累贩 这家业者将被重罚15万元以上 洞检索将深入调查狗肉来源 如果再查到业者是自己杀狗 最佳一等将更重罚50万元 中天新闻林建言包经理高雄报道